布鲁里溃疡是一种传染病 其特征是出现无痛的开放性伤口 此疾病仅限于世界某些地区 大多数病例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澳洲 感染的第一个迹象是无痛的小节节或肿胀区域 通常出现在手臂或腿部 节节会生长数天至数周 最终形成开放性溃疡 深度溃疡会导致肌肉和肌腱留下疤痕 导致永久性残疾 布鲁里溃疡是一种由溃疡分支杆菌引起的传染病 这种细菌透过开放性伤口或昆虫叮咬传播给人类 一旦进入皮肤 溃疡分支杆菌就会繁殖并释放毒素分支内止 阻碍正常细胞功能 结果是溃疡部位的组织死亡和免疫抑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和并使用抗生素利浮品和克拉酶素来治疗布鲁里溃疡 布鲁里溃疡的治疗方案包括 1.抗生素 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抗生素利浮品和克拉酶素和并治疗布鲁里溃疡 透过使用抗生素和良好的伤口护理 小溃疡通常会在6个月内痊愈 2.手术 深层溃疡和身体敏感部位的溃疡可能需要手术移除坏死组织并修复受损的肌肉和关节 布鲁里溃疡可以透过以下措施来预防 1.避免接触缓慢流动或死水 2.使用驱虫剂并穿长袖衬衫和长裤 避免昆虫叮咬 3.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经常洗手,尤其是接触水后 4.如果手臂或腿部出现无痛节节或肿胀区域 请立即就医 布鲁里溃疡是一种传染病 其特征是出现无痛的开放性伤口 此疾病仅限于世界某些地区 大多数病例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澳洲 感染的第一个迹象是无痛的小节节或肿胀区域 通常出现在手臂或腿部 节节会生长数天至数周 最终形成开放性溃疡 深度溃疡会导致肌肉和肌腱留下疤痕 导致永久性残疾